敬請觀賞八點檔連續 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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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样就轻轻打点人家车变 一夜甘心一夜一切 唱歌牛 你又在炖什么 炖的香喷喷的 你经常这个样子 我会不好意思 我随便来 我用这个盛就行了 这是安胎的 你吃什么 安胎 你又 你胡说什么 这是要给阿凤吃的 你不早说 害我担心是真的 不要打路 别打路 你慌张什么东西啊 这是 我跟你说 我们是不是炖了东西 要拿去给阿凤安胎 我一炖好放在桌上 哎呀 那个死老头 真乱把他吃光光 看他有多真 哎呦 怎么回事啊 这个安胎的吃下去啊 肚子一直胀胀的呀 你这样随便乱吃啊 小心会怀孕 这一炖好像不错啊 吃下去啊 胃肠感觉清爽多了 等等啊 哎 现在是怎么了 不要吃下去啊 不要吃下去 又想要耍什么花样啊 没有了 什么花样 哎呀 这一帖这么有效的话 我看改天呢 我再经一帖 可以戒赌的 让你吃 喂 你心肠别这么坏 你想谋害亲夫啊 我告诉你啊 你如果叫我戒赌 处备我死了 嗯 阿凤 这两个男人啊 帮我看好 不能让他们去赌博 我现在去阿凤家了啊 好好啊 你放心 开开啊 好 阿凤 怎么 又怎么了 手痒了 没有 手没有油啊 动了 有点麻麻的 要动啊 简单 来 干嘛 来 宰子拿出来 老娘今天做庄 统统给我压下去 谁不敢 谁敢死人 嘴你怎么说 押下去 这是你说的啊 押押 我说的 好 好极了 你输定了 我要三百 押押 押押吧 全押了 押押 押押 对啊 不用算 这是啥款的 这是我的 我如果不赌 我将死 死的是你 你 你赌死算了 你赌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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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华 阿华 熊哥 熊哥 那么急的找我们来 有什么事吗 哦 别装算了 你们两个连赌场的钱都敢吞掉了 根本不把我大哥放在眼里 熊哥 你今天找我们来这里 阿华讲那种话 不好意思 我很不高兴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阿华 我告诉你 以后我处理什么事情 你给我安静一点 阿田跟阿丁 他们两个做事 我绝对信得过 熊哥 听阿华这么说 是不是我们赌场里面的账出了问题 没错 我们赌场的账算一算 差了五百万 这怎么可能 我们赌场的账都是一条一条里的 怎么可能差了五百万 我跟阿华都不知道呢 问题就出在这里 不过 对你们两个人的账目和钱 我知道得很清楚 不过现在肠子里的事 其中问题我会来周转 现在最怕的就是你们两个 这件事要是传了出去 对你们两个影响很大 好熊哥 我了解 这件事情我会尽快查个清楚 很快给你们交代 那我们先走了 大哥 五百万呢 他们两个这样就没事了吗 患度是我 早就被你打得半死了 老爸也真会生 生我来当你的弟弟 好 还有 先进的账本 赶快拿来看一看 这件事情 你看怎么样 那还用问 我们呢 一定被人家设计了 你我们两个的经验 敢设计我们的这个人 一定是不简单 还有 我想这一定是熟人做的 谭哥 怎么了 有问题吗 这阵子账本除了你之外 还有什么人看过 没有 对了 那天阿华说要对账 对人账也没有错 阿坦 不用再问了 我们在明 人家在爱 凭我们两个人 他们敢设计我们 他们绝对都设计得好好的 我 不 我们的账被人家设计了 少了五百万 你有什么看法 谭哥 沈哥 以你们在江湖上的地位 敢对你们出手的一定不是小人物 你看熊哥会不会有问题 阿勇 疼了吧 熊哥真的要对我们怎么样 他直接叫人来就行了 怎么会绕了一大圈呢 阿丁说的没错 熊哥的文人我绝对相信 对了 坦哥 早上有人送这张指教过来 我看了一下觉得不是很重要 没拿给你看 不过现在想想可能跟这件事有关的 熊哥找来找我 连地址都写了 阿丁 你怎么看 那还用说 他地址都敢留了 我们就去拜访他呀 阿丁 这地址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我知道 抓这个兄弟跟你一块去 阿丁 你怎么了 我的肚子好痛 怎么会这样 不是才几个月而已吗 我带你去医院 快快快 走 来 坐下 来 坐下 医生 阿丁要不要紧 是 你是丁太太的妈妈吗 是 我是他妈妈 检查的结果 小孩很健康 太好了 孩子如果出事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太生交代 医生 不对啊 既然孩子健康 他肚子怎么会痛呢 问题就出在这里 丁太太 你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最后 肚子都会一直痛 不对啊 医生 人家害喜事前三个月 感觉想吐 怎么可能会肚子痛呢 因为丁太太 体质非常特殊 简单地说 就是你不适合生产 怎么说 因为你的体质 如果真要生产的话 恐怕有生命的危险 医生 如果不生 是不是就会没事了 没错 不可能 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生 医生 我的体质会影响到我的孩子吗 小孩子没问题 我担心的是你 当然 一个母体的健康 一定会影响孩子的生命 阿凤 我看你还是不要生了 不行 医生 我们母子平安的机会有多大 以目前医学科技来说 机会是一半一半 但是我站在医生的立场 还是劝你别冒险 医生 谢谢你 有一半的机会 这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伯母 今天的事 不要让台神知道好吗 你先坐下吧 你先坐下吧 阿凤 伯母 这 可是关于你自己的性命 不要像男人赌博一样 输赢当成游戏 阿凤 伯母 再带你去找那个医生 伯母 我 自从我有了孩子之后 他一生他变了好多 他不但会替我着想 他会替孩子着想 现在这样才像一个家庭 大母亲过世的时候 他很伤心 又很难过 台勒过世的时候 我看他都快发疯了 万一我的孩子又不见了 我真的不敢想象 台神他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 不管怎么样 这个孩子 我一定要生下来 阿凤 你知道当女孩 跟当女人的差别吗 当女孩的时候 凡事都可以替自己想 当女人的时候 就要替丈夫想 替儿子想 替孙子想 一辈子都替别人想 伯母 请你答应我 今天医生说的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就像你说的 我是台神的妻子 我就要替她想 一辈子替她想 我 阿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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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真的被设计了 这场不好搞吧 大家小心一点 坦哥 你放心吧 你的故事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 你在说什么 阿丁 你归了我这么久 我对你怎么样 拜托 坦哥 你在牢里这几年 外面的事都是我替你摆平的 现在你一回来你就供了一把桌 你要替我想一想 我的青春有戒 我能一辈子当你的小弟了 江湖是这么干你算背叛 背叛的人 你们在江湖上只有死路一条 你知道吗 知道 不过在我死之前 我会先替你送葬 弟兄们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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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台 下车上 上 誰啊 是我 阿丁 怎麼啦 怎麼會這樣啊 是不是不方便去醫院 我叫醫生來好了 密手 堂哥 你給你嫂子去 順便帶幾個人 在屋子四周守著 阿勇 真是個畜生 我去找他 阿丁 你不要急 你現在如果去了 要是你回不到這裡 我現在這個樣子 怎麼對付他 是不是 阿坦 我們這次竟然被阿勇射擊 說出去真是丟臉 敢打兄弟 我連死都不怕了 這一次被阿勇刺這一刀 我一點不難過 我心裡難過的是 他竟然被我親叔叔的兒子 我最潛心的弟弟 欺負我 做了失敗 失敗 所以說 人類的理性進步 我們可以在西洋文學中 來窺之一二 希望各位同學 能多利用一些時間 多參考一些有意義的西洋文學選集 大學教育是比高中教育 還著重於個人的啟發 在課堂上 老師給你們的有限 你們還是要多跑跑圖書館 下一堂課 我希望跟各位同學來說一下西方文學的活水源頭 也就是西方宗教思想 好了 下禮拜見了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還看還看 還不趕快追過去啊 追什麼追啊 剛剛看他那個表情 知道他不肯定量 我們兩個人早就完蛋了 謝謝老師 這年頭 並不流行 男生一定要先跟女生第一代 我 我先跟你道歉 謝謝老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 你想要听谭歌报仇对不对 我去找阿勇不是因为他杀了 那是因为他废叛 好啊 就算你把他杀了 你又可以改变什么 我真的不懂 在你的流氓世界里 难道除了杀来杀去就没有别的了 有啊 像我跟剑龙还阿谭 那就叫做义气 义气这两个字 对我们流氓来说 比生命还重要 那我更想不通了 你对剑龙 对坦哥说义气 那我呢 我要跟你一辈子 你怎么没有跟我说过义气 你不要那么想 你跟他们不一样 那我情愿跟他们一样 你为了义气 你不顾妻子 不顾家庭 那么 我情愿当你义气相挺的兄弟 我也不要当你的妻子 以前只觉得 当兄弟的妻子很辛苦 不过我到现在才知道 不只辛苦 是很吃亏 这个时候 你应该要体谅我 不是跟我计较 我当然要跟你计较 你知道一个女人 要跟别人共享一个丈夫的心情 你不要胡思乱想 我只有你一个 没有在外面乱来 我如果跟别的女人共享一个丈夫 我反而不会这么怨恨 至少我能骗我自己 我的丈夫很好 大家都抢着药 不过现在不是这样 我是跟你那些黑道兄弟共享一个丈夫 你想 我怎么会不计较 我们这种在外面混的 本来就有很多无奈 好 既然你无奈 我就不跟你计较 不过我告诉你 就算我不跟你计较 我们的孩子也会跟你计较 你自己想清楚 太阁要吃药了 想要吃药了 我 我有吧 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 老凤 伯母 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 到里面来坐 来 阿凤来了 一个人站在外头 不知道站了多久 坐 我知道 你闲来无事就到这儿来走一走 屋内屋外寻一寻 感染一点这里的气氛 你这算是头一胎比较难生 你伯母生孩子比较有经验 叫他教你两招 就像生鸡蛋一样 一声就出来了 对了 怀孕不能喝茶 喝茶 见了孩子出生以后 皮肤会黄黄的 不要看 不要看 阿凯 你去杂货店老板那儿买个什么饮料给阿凤子 好 外国人喝的那个什么咖啡 黑黑的不好 以后孩子生出来 人家还是当年跟黑人生的 那喝汽水好不好 不行 汽水全都是汽 以后孩子脾气不好 对不对 那喝牛奶呢 好 喝牛奶 孩子出生 皮肤白白嫩嫩的 喝牛奶可以吧 营养是够了 不过怕孩子以后会比较牛 比较难教 那不然要喝什么东西 随便 牛奶就牛奶吧 伯伯去买 伯伯 不用了 我想要回去了 阿凤啊 阿凤啊 怀孕的人哪 不要那么操心 你都来到我这儿了 还有什么事不能说出来的吗 我不好意思说 我每次来伯父伯母这类 我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我想抬上外面的兄弟的事 还是不要说吼 什么兄弟的事不说 兄弟的事要说 我最喜欢听兄弟的事了 我阿三叔啊 年轻的时候就是太早结婚 要不然我早就跟去做兄弟了 如果我也陷下去啊 现在田老港的大哥就是我了 你都来了 有什么事情啊 你尽管说 别放在心里头 自己一个人担心 你要自己担心 不如说出来 大家替你担心嘛 都来了还站在门口 还好你伯母出去碰到你 要不然你站到什么时候啊 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坦哥被人杀成重伤了 人呢 人在哪儿 在我家 台生为了这件事 一直要跟人家拼命 怎么跟他说 怎么求他都没有用 我看到坦哥躺在床上 我一直在想 如果躺在床上的是台上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阿凤 伯母曾经告诉过你 你现在一定要坚强 你如果成天烦恼这些事 不止伤害你自己的身体 连肚子里的孩子都会伤到 不然这样吧 待会儿我们三个 一块儿去你家 看看阿凡 顺便跟你们谈声聊聊 嗯 像火瓶这种事情 我们这些老头儿已经没办法了 阿三叔亲自出马 妥当的 你现在已经怀孕了 心情呢就要放开一点 不要动不动啊 就掉眼泪 哎呀 我最怕女人哭了 我看我老婆哭啊 我脚就心软了 你们女人的眼泪多珍贵啊 听说啊 观世音菩萨 手拿着那净水瓶啊 里面收集了 天下所有母亲的眼泪 根据我的了解呢 里头有一大半都是你伯母的 我跟阿西都把阿丁当成是自己的儿子 但是我们能做的只是劝他 真正能让他回心转意的 是你跟肚子里的孩子 你们才是他的一切 阿三叔 伯父 伯母 你们请 谢谢啊 阿三叔 伯父 伯母 阿爹 我们来看看阿坦了 他在房间 阿坦睡多久了 睡好几天了 没关系了 能睡就会好 跟孩子一样 孩子如果能睡啊 就会长大 病人能睡就会好了 还不泡茶啊 好 你们先坐啊 来 小心 走 你到底懂不懂啊 真的能睡就会好啊 我们这种身体难道会不了解吗 我们如果睡不着啊 就是人不舒服 所以啊 能睡就会好 如果不好就会倒 我们今天来这边看人家 应该安慰人家 我们能说睡了会倒吗 唉 我告诉你 这个我真的内行 我祖父啊 是做秀才的 你也知道 他不只是在私塾教书 他还会替人开药方 会替人把脉 当医生的 全村的脉都是他在把的 他这么厉害啊 何止如此 他还会替人家看地理 替人批流年 会打拳 卖药膏 还会修理摩托车 你不知道啊 笨蛋 以前就摩托车了 我轻你胡说八道 反正他实相全能 多为了 看你这个样子我也猜得到 太臣民不到哪儿去 好 茶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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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阿丁 阿凤现在怀孕了 您要常常地陪着他才行啊 不要只会照顾你的兄弟 却忘记照顾妻子 你现在应该也很了解 我们女人要生个孩子 是很不简单的 顺产的话还好 否则的话 那就 阿滚啊 人家阿丁啊 当爸爸是好事啊 瞧瞧你说到哪儿去了 就是啊 你别跟人家说那些不吉利的话嘛 人家阿丁泡好茶给我们喝 我们就要说好听的话啊 阿丁啊 你伯母说的话也很有道理 女人生孩子 这很危险的 你知道吗 如果生得顺利就好 如果遇到胎位不正的 光是拉就拉个老半天很危险的 阿三叔 你怎么说的比伯母说的还严重啊 不好意思啊 不过啊 当爸爸我们两个的确比你有经验 对不对 这是当做参考 没有恶意了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像我啊 孩子生了一大堆 幸好都平安无事 你阿三叔说的也没错 如果生产的时候胎位不正 还要勉强生下来 就像你阿三叔啊 一辈子就完蛋了 我 你说我干什么啊 哎呀 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啊 只会在那斗嘴 哎 生孩子 是我女人生啊 还是你们男人生啊 嗯 没有我你能够生吗 哎 不是 我是说 如果没有我们男人 你们女人也没有办法生嘛 这种事啊 男人女人都有份了 说技术说清楚啊 以前人家说 生得下来就鸡酒香 生不下来就三炷香 生孩子这种事啊 拼命的 可是我们女人呢 生下来 你们就当爸爸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万一如果没生下来呢 生不下来有什么关系啊 女人如果生不下来 再娶一个来生就行了嘛 哎 对不起对不起 那天你喝醉酒说的话 我全都把你说出来 什么啊 伯伯 你要说的意思我了解 我不是只顾着高兴 我也会照顾我们阿凤的 真的会照顾妻子的丈夫 不是顾她的身体 而是要顾她的心情 她如果一天到晚都在烦恼 你给她吃的再好 又有什么用呢 阿丁 你也是个聪明人 伯母说的话 你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先回去了 这么快啊 阿丁啊 你要好好地照顾阿坦呢 多给她吃些补的知不知道 我知道 以前我祖父说过 就是吃闹补脑 吃心补心 这阿坦的状况呢 就顿鲁满补流氓 真要抓不到的话 你去菜市场买 阿三叔你开玩笑 我们走了 伯父伯母慢走 阿三叔慢走 伯父要走了 再见 再见 阿先生 咱俩 你走 路 他还不死 你走 出心 郭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我很怀念这个地方 我们曾在这里一起努力 那段时间 我是你的妻子 不是流氓的女人 日子虽然很短 不过我会永远怀念 记得那个时候 每一次我赶饺子皮的时候 总会觉得握着擀面棍 比握着武士刀要实在多了 可是呢 一个流氓想改邪归正 就算他怎么努力的做 看起来 还是不像一个老实人 可能是我们的运气不好 你想要细心革命 想不到 警察就来欺负我们 流氓也来欺负我们 当时我希望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勇敢地忍下去 想不到 你还是不够勇敢 走吧 回去了 这里虽然有我们的梦 不过 我们都过去了 梦如果醒了 就是要面对现实 带生 我有一件很现实的事要告诉你 而且我一定要你答应我 你现在说话 越来越有妈妈的味道了 不只是唠叨 还有拐弯磨脚 好 你说说看 我不一定会答应你 不过 我一定会尽力去做 从今天开始 你一定要学 我们家里的每一样东西 放在哪里 你一定要学会折衣服 知道你的衣服 放在哪一个柜子里 你也要学 以后要怎么样养孩子 教孩子 还有没有 还有很多 改天我想到了 我再一样一样地告诉你 这比我去管训 还要难过 你一定要吃苦 你才学得会怎么当一个好爸爸 不然 我不会放心的 天哪 我一定是全世界 第一个做这种事情的流氓 你不是流氓 你是我们孩子的爸爸 你不是流氓 你是我们孩子的爸爸 你不是把他卖了 那种联系 你不让我乓争 你不让我 我家里的天津 是 他这种事情的 你都红尾 你不是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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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